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23日 星期二 大家好 這節也是聯合廣播 我們最喜歡跟大家一齊 講香港的 建制派的醜態 講時事最開心的就是講他們的笑料 這次 我們是看到 官場白態 而且 每個人 不同的打扮 代表他 不同的心理 我們 可以從他的 言行舉止 他的打扮 以及他的講話 已經可以測出 他的心理了 在我們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黃金二部曲 訂閱我們的Patreon 還有 訂閱我們的後備 頻道 頻道 星期二日報 我們的 酒店已經出爐了 介紹影片已經出爐了 反應很熱烈 那裡只有12間房子 所以你們那麼熱烈已經很快會填滿了 另外還有一間在過多幾天就會成交的 那裡有11間房子 加起來會供應23間房子 看到大家反應那麼熱烈 可能真的要買多兩棟 很快就會變成香港人區 到時看看有沒有便宜貨收拾 有便宜貨收拾才買一棟 如果不便宜貨收拾才買一棟 而且英鎊現在很貴 英鎊現在很貴 十個八日半 現在很貴 但是 樓價下跌 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英國有很多問題 其實英國也想說 我們下一節 說一下英國的樓幣問題 這節繼續跟大家說 建制派 這節要說兩個人物 一個叫麒麟碑 一個我認為 這個蘋果的李八方就寫錯了 應該是天殘腳 不是天殘腳 應該是天殘腳 手快快就寫錯了 又或是他的認知 一直都以為是天殘腳 因為應該是天殘變 另一部電影 而天殘變這部電影 就跟天殘腳一點關係都沒有 天殘神功就是用手而已 不是這樣用的 天殘 天殘腳就是另外一個 是如來神掌裏面的奸角 飾演天殘就是石堅 如果我們按照我們的推測 這個李八方就應該是一個 80後甚至90後來的 因為如果80後 應該也有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時候 看到那些叫做粵語場片 會有在如來神掌裏面的奸角 會有在如來神掌裏面的奸角 我挺肯定他沒有看天殘變 因為如果你有看天殘變 你一定知道就沒有一件事叫做天殘腿 沒錯 這個也是 他應該也沒有看天殘變 播了很多萬次 阿仕 播到 六神合體 其實是每年都播的 天殘變是每年都播的 因為無線播六神合體已經播了很多 每假牌也有 他播天殘變的那個頻率已經跟 唐伯父點出鄉差不多 唐伯父點出鄉連播四次 每個月都會識輩 我們說回 這個天殘其實就是一個 那個叫做 如來神掌裏面的奸角 他有一隻腳很大隻 那隻腳叫做天殘腳 因為那一套叫如來神掌 所以對手就是用腳 其實很簡單而已 以前的電影就是這樣 我們說回這個問題 麒麟碑 就是指鄭若驊 鄭若驊這張照片看到之後 很嚇人 所以其實我衷心想要不要叫做徒手 這些人又說要打格 不是啊 你打不到格 因為這次暴露的位置是全身的 就是要把整個鄭若驊打格 但是如果你打格 你又不知道他會那麼胖 鄭若驊就這樣看 那張照片裏面那張照片 他比我還胖 胖得很誇張 也有可能 整個米枝連人 單憑我們這句話應該會被人通緝 肥胖這不是罪來的 肥胖不構成分裂國家 你最多說我們是勾結外國勢力 勾結外國勢力 這個難一點 因為我們只是 指出你肥胖而已 你說我們像米芝蓮人就是勾結外國勢力 米芝蓮人就是勾結外國勢力 那你也要把所有 有米芝蓮評級的餐廳逐出香港 要啊 首先要去那個 點心 天好運 其實 跟香港有甚麼東西 跟外國沒有關係 作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原本基本上每一樣東西跟外國充滿關係 其實是的 現在越來越多的東西跟外國沒有關係 例如中聯辦 國安公署 這些外國一定沒有的 我們說回這次 我們見到獎商之後 其實覺得很震撼 一個肥婆 打橫的心 一眾網民已經看到吐血了 是呀 肥子 整個打橫的肌肉 他那裡一折一折的肌肉 簡直是米芝蓮人穿了旗袍 大家也有見過米芝蓮人的啦 你有沒有見過米芝蓮人穿旗袍呢 好心你肥子成這樣 你就不要穿旗袍啦 因為肥人通常就不要穿 緊貼身衣的 所以通常肥人穿 鬆身衣就令到更加巨型 沒有辦法 好像富哥是甚麼人呢 肥肥穿著一件衣服呢 中間可以有紅心打靶的樣子 一個攤開的樣子 我們要說說另一個 另一個叫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 從他的衣著 我們看到 是一個 很令人難看的畫面 這一節大家應該聽到一輩子 說不如不要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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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有一句叫做 不能只讓我看得到嘛 我們看到了嗎 因為如果看不到 如果你不貼這張圖出來 你怎麼知道他那個 靠圖是怎樣的呢 你怎麼知道真相呢 有圖有真相嘛 最慘的是我們一直說這次 要一直看這條新聞 真的難聽 葉劉淑儀 穿短裙 穿短裙 你多少歲呀 其實 他穿那件旗袍是高叉的 高叉大力肥胖 上面一個米枝連人 全身的肉都擠出來 本來今天的焦點就集中在那些高官 跟建制派人踩人 走去表中 打疫 誰知道一給你兩個人那件衣著 跟他們的造型就嚇人了 即時震撼 即時就搶光了 即時搶光了 記者就想要拍他們兩個 這個 大家知道米枝連人的身體太肥 其實就怕腳不能負荷 相反 葉劉 他就覺得自己很苗條 相影成趣 一個人就 旗袍穿成這樣 全身的肉都擠出來 而葉劉淑儀 就學人們穿短裙 葉劉淑儀也70歲 差不多 70歲就學人們穿短裙 其實你有沒有廉恥 他們應該交換 他們應該交換 應該對方穿短裙 應該應該連天殘腳 為什麼呢 大家記不記得他在倫敦 在倫敦 懷疑就是被人掃腳 掃低的 如果你練了天殘腳就沒事了 不是天殘腳 但有個問題 天殘腳只有一隻腳 如果你掃你那隻腳 好像不倒楣 人家只是掃你沒有練那隻腳 你這個混蛋 你靠你一隻腳擋吧 其實麒麟碧也是單邊的 麒麟碧不是雙邊的 所以現在 對於麒麟碧 描述的人手很粗 其實是有一點不正確 因為其實是單邊的麒麟碧 好像那種寒冬戰士 來自風雲 裡面的暴經雲 連麒麟碧 好像那種寒冬戰士 只有一隻 另一隻是自己的手來的 如果你脫了這隻手 就沒有戰鬥力了 葉劉 由 鄭若驊連天殘腳 應該先換了月朗的腳給他 拿一雙腳下來 換給他 巨人仔被人掃低了 因為 因為會換說什麼給他 換些資格給他 葉劉的手真的比鄭若驊瘦瘦瘦多 一隻做了兩隻 一隻做了兩隻 不要這樣叫我看 這節是很音質的 不斷叫你們看 其實葉劉 對自己的那種自信 說到自信心 兩個都不差 穿高叉 你想一下 他這樣身形加高叉 高跟鞋高叉 我真的暈了 那肥肥也會這樣穿的 沈殿霞 他可能是想參考沈殿霞呢 我覺得這個特區政府的那些 男高官真的比了下去 你看到一個穿迷你裙 一個穿高叉的旗袍 那你那幫男官員是不是應該穿泳褲出來呢 應該要騷肌肉吧 好像是港男選舉 但是沒有肌肉騷 全部都是肥豬肉 肥豬肉來的 他們好像拍AV的那些執藍 在那個名詞 在那個名詞 一陣子排開 在那個名詞 一陣子排開 在那裏為國安法 他們等那個是誰 等林鄭 這次要BAN 這次要BAN 一陣子排開的男人 一陣子排開的男人 真的頂不住 我們正經一點 我們真的要移歸正傳 因為 這兩個人 今天有個網友 即時提出 其實為甚麼他們 幫高官打針 全部都不戴手套 因為澳門我看到海一成有戴手套 這個 可能是為了他的健康著想 而這班所有的人 其實是不是醫護來的呢 我懷疑他們未必是醫護來的 是演員 或者是疫苗公司裏面請回來的人 只是負責打針 但是沒有專業資格 現在有一群白老鼠 既然你們 將生死始於道外 其實也沒有所謂 找甚麼人打也一樣 哪用戴手套 你們還定也預了沒有命的 你們不是打算有命的 所以 手套也不用戴了 還定也是 你就當是傢俠感染了 好了 大家 記得 有空看看 有空看看你的圖 這個 鄭若驊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